大家好,这里是穷舍给予,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来自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始创于1865年 历经不断的发展,在90年代末期到00年代初期 横行了全球手机市场 诺基亚3310、8250和8110等经典型号深入人心 只要你是当时的流行人士,就不可能没拿过诺基亚的手机 诺基亚的全球市占率更一度必经死成 虽然相当风光,但在智慧型手机问世后 诺基亚却超出外界想象,以机快的速度衰亡 诺基亚手机部门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是诺基亚授权赫明迪这间公司来研发和销售 与我们熟悉的就是年代诺基亚手机相比,成为时代的眼泪 这也令人好奇,诺基亚到底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番地步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诺基亚的发展历史 诺基亚公司最一开始,是以伐木造子为主业 在历经数十年的发展,诺基亚透过并购逐渐掌握了橡胶和电缆业务 1967年,包含诺基亚在内的三家公司合并成立了新的诺基亚公司 这让诺基亚的产业设计造子 化工、橡胶、电缆、制药、天然气、石油、军事等多个领域 当时诺基亚还有生产子弹、轮胎和皮鞋等 几乎可以说是包山包海 接着来到1980年代,随着科技发展 北欧的行动电话服务网络正式开通,社会产生剧烈变化 诺基亚透过子公司在1982年推出了Mobile Sanit 这被视为是诺基亚第一款手机 但事实上,当初这款产品被定位为车载电话 也就是在汽车内使用的高达22磅的重量相当不方便携带 诺基亚之后继续疯狂并购 逐渐成为欧洲排名前列的电子设备制造商 并在消费电子产品上有着突破 其中1987年生产的Mobile Sanitman 900就被视为意大利城杯 因为其重量仅1.7磅 虽然比起现在的手机来说重了不少 但这是可以手提的重量 加上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哥巴契夫曾在记者会上使用 因此这只手机在芬兰被戏称为哥巴 只不过诺基亚主要通过收购进行扩张 因此在1980年代末期就遇到了财务困难 加上技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多人买得起手机 庞大的手机商机让诺基亚1990年开始决定进行重组 实施去无存经分离了橡胶造纸等其家产业 还有开始没多久的电视和个人电脑部门 转而重点发展手机和通信等业务 1992年成为诺基亚执行长的奥利拉 更是把诺基亚带上了巅峰 两年后诺基亚裁掉除通信外的所有产品线 全力主攻全球移动通讯系统产品 随着大环境发展 诺基亚整体手机销量核订单矩增 1997年诺基亚更击败了摩托罗拉 登上了全球手机龙头宝座 并连续参念了14个年头的销售冠军 这也是诺基亚手机帝国最辉煌的日子 诺基亚1100合同系列的1110 分别在2003年和2005年发售 这两款手机的全球销量估计至少2.5亿台 并列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手机 即使到了2021年 这纪录还没有被打破 紧追在后的是苹果的iPhone 6和iPhone 6 Plus 虽然也有至少2.2亿台 但由于这已经是2014年发售的老产品了 要当顶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 另外在全球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前40款手机中 诺基亚的款式最多 数量高达15款 由此可见 诺基亚当年在手机市场的垄断地位 也正因为诺基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是业界的绝对老大 因此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机型 刚刚提到的诺基亚1100和1110就是一粒 虽然他们问世的时候 市场上还有更多现代又先进的手机设备 可是对于那些开发中国家的用户来说 这些花俏的功能 他们没必要也不能用 只需要简单的拨打电话 SMS短信以及闹钟等就够了 加上1100是诺基亚开卖最便宜的手机 正是这些收入不高用户最理想的选择 诺基亚的全球手机市占率 在2008年来到最高峰的38.6% 但之后面对苹果公司的iPhone 和以三星为代表的安卓阵营夹击 诺基亚的市占率却出乎外界预料 以相当快的速度衰退 到了2001年第二季 诺基亚就被苹果和三星双双超越 跌下做了14年之久的宝座 而这离诺基亚登上市占率高峰 也才不过三个年头 诺基亚手机业务的价值迅速萎缩 成为无用之趣 微软虽然在2013年收购 但才过了仅仅三年 2016年便马上脱手 把诺基亚功能手机业务 卖给了富士康子公司富志康 另外赫明迪则取得诺基亚品牌 未来十年的独家使用权 可以使用诺基亚品牌 来开发安卓手机装置 也就是目前的诺基亚手机 这也令人好奇 为什么诺基亚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分析认为 这并非单一因素 而是由许多原因交杂而成的 而其中大部分的因素 是来自于诺基亚高层 本身拒绝改革的结果 我们将时间拉回到2007年 当时苹果公司推出了iPhone 这种创新的产品 立即轰动了业界 当其他手机制造商 忙于改进和开发智慧型手机 向三星很快推出了 基于安卓系统的产品 可是诺基亚并没有想要跟上 诺基亚高层认为 消费者不会接受触屏手机 而是会继续使用Creti键盘 当时诺基亚高层 从来不认为安卓系统是种进步 也不愿意使用安卓系统 当诺基亚开始意识到市场趋势时 反而推出了赛班系统 可是苹果和三星 已经取得了先行者优势 两大品牌地位已经无法撼动 这成为诺基亚失败的最大原因 有学者调查了76名诺基亚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 以及工程师和外部专家 希望借由他们的说法 得出诺基亚倒台的因素 学者发现 诺基亚的垮台可以归结为内部政治因素 诺基亚的公司文化 导致了一种共同恐惧的氛围 影响了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式 领导者喜怒无常 高层管理人员害怕外部环境 不敢承认赛班系统的劣势 中层管理人员害怕说实话 因为他们担心只要说了实话 就有可能被解雇 而这些高层缺乏技术能力 不如苹果公司的顶级工程师 这让诺基亚高层难以在制定目标时 评估技术可能带来的限制 他们也缺乏远见 只是想满足断期的市场需求 这些原因导致员工面对问题时 会假装自己很懂很专业 甚至会把结果数据没化 在失去那些实作的员工后 诺基亚反而会聘请那些抱持者 做得到态度的人员代替 他们不会对现状提出反对意见 诺基亚甚至忽略外部顾问的建议 失去了得知外部观点的机会 有部分内部人士把诺基亚的衰弱 归因在2010年9月 就任诺基亚CEO的埃洛普策略与管理不当 形成所谓的埃洛普效应 这是商业上的两大关键错误 拉特纳效应和奥斯本效应结合而成的新名词 也就是公开攻击自己的产品 又过早宣布推出新款产品 拉特纳效应形容公司高层对自家产品的批评 导致消费者失去信心 故事主角是英国评价主宝商拉特纳 他在1971年的演讲中为自己的公司做宣传 公关之时建议他应该加上一些笑话 人们会喜欢的 拉特纳于是在演讲中用自嘲的态度描述自己的企业 像是说自己的产品全是垃圾 正因为成本非常低廉 所以售价才会这么低 虽然在场贵宾们确实被取悦了 但消息被媒体报道后 在消费者听来只是满满的嘲讽 这让该公司的营业额股价重挫 拉特纳一年后下台 公司最终也走上了衰亡之路 在诺基亚的例子中 埃洛普201年2月 决定把系统平台改成Windows Phone 他放弃了公司现有的所有智慧型手机 以及尚未发布的下一代Migo平台 但埃洛普却在流出的内部备忘录中 比喻现在的诺基亚是一个烧钱的平台 我们必须跳下这个平台 必须决定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 毫无意外的 消费者和电信公司对诺基亚的信心 几乎立即坠入谷底 奥斯本效应 则是形容公司太早宣布新一代的产品 会损害了现有的产品销售 故事主角是1980年代的 个人电脑制造商奥斯本电脑公司 该公司1981年发表了 Ospelman的产品大获成功 结果公司创办人1983年初却向外界投楼 将发表更新款的产品 Ospelman Executive 但其实该款产品根本还没有准备好 经销商和消费者心想 Ospelman都要被淘汰了 销售量随即一落千丈 这让奥斯本电脑面临现金短缺 1983年9月就宣告破产 在诺基亚的例子中 刚刚我们提过 诺基亚2011年2月决定把系统平台改成为Windows Phone 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塞班和Migo 结果201年6月 诺基亚却推出首款基于Migo平台的诺基亚N9 也在同年9月开卖 这成为该公司首款 也是最后一款Migo平台手机 同年11月 诺基亚首款Windows Phone就上市了 出于很明显的原因 消费者为何会想要买已经没有未来的手机呢 另外有学者认为 虽然外界总是将诺基亚的失败归咎于苹果 三星和谷歌 但最大的原因在于诺基亚内部 高层不再具备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或战略整合能力 被塞班系统所困住 诺基亚的管理决策功能失调 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 还有严重的内部竞争 都在阻止诺基亚意识到 市场已经从产品上的竞争 转为平台上的竞争 另外有分析者认为 诺基亚一直以硬体闻名 并没有花太多心思在软体上 忽略了科技进步 当诺基亚开发软体时 已经为11万 而诺基亚也高估了自身的品牌价值 该公司认为 即使诺基亚的智慧型手机较晚推出 消费者仍愿意买单 可是事实证明 这个想法大错特错 加上与微软的交易 对双方都不是一个好结果 诺基亚完全适应不了市场变化 终究成为时代的眼泪 好了 这集的重塞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